最近几天,因为冯小刚的电影《手机2》即将开拍,让曾经的当事人崔永元相当的不爽。 毕竟在十多年前的《手机1》中,歌优扮演的袁首1,已经有些在影射崔永元的异味了,如今续集开拍依旧还有位次的桥段在里面,这也难怪起不打一处来的崔永元,会公开娱乐圈中的密心。 但是大家现如今最关心的还是崔永元和范冰冰之间的事情,毕竟范冰冰大小合同一时如果是真的话,那就是典型的偷税漏税触犯法律了。 针对这些疑问,崔永元昨天也是接受了记者的访问,崔永元表示称,类似的明星合同,她手里可不仅仅是只有范冰冰一份,有很多明星大腕的合同她都有,只不过现在还没到全部要公开的时候,当然这些合同里写的什么东西,大家也不用猜来猜去,肯定也不会是那么干净。 但是对于曝光范冰冰合同这事,自己是非常抱歉的,因为她不会用修图软件,而且也没有注意到范冰冰的名字在合同里,就直接给发出去了,结果造成了这么大的舆论风波,但是事情既然发生了,本来可以有个很好的途径进行解决的。 没想到的是范冰冰没有联系她进行私下解决,反而通过工作室发出了律师函,这就让崔永元是相当的不满意了。 崔永元称在后来曝光的合同里,把范冰冰的名字给涂掉就算是很不错了,已经给女方留了面子了,而且她自己手里类似的合同有很多。 至于范冰冰的合同,为什么会曝光,是谁给崔永元的,小崔也是直言就是你范冰冰工作室的人啊。 除此之外,崔永元最不满意的还有一个地方,那就是明知道开拍的手机二,又要准备影射她,结果范冰冰对此却毫不在意,因为在第一部中,范冰冰饰演的五月,还有葛优饰演的,严首宜在剧中有不正当的关系,简单说就是婚内出轨。 但是这次范冰冰依旧还言五月,而且还剪头发进行示威,说到最气愤之处,崔永元直接都开始飙脏话了,足见范冰冰这次的所作所为,真的是对她伤害颇大。 按照崔永元的意思,如果范冰冰这次不低头的话,估计后续还有更为猛烈的炮火等着她,吃瓜群众看热闹不嫌事大,曝光越多的内幕和八卦大家看得越过瘾, 但是范冰冰自己之前那么多的事情,真的经得起检验吗?要说范冰冰今年真的是不太顺利啊,自己投资的新戏八星船,因为高云翔的事情一直不能播出,还要李晨出马补拍,如今又因为大小合同的事情面临法律问题,我看她还是早点和李晨结婚冲冲洗吧,否则又指不定摊上什么倒霉事呢。 感谢观看